哈喽各位小伙伴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出发 从拉萨返回山西了 那出藏的路线呢 我们打算不走回头路 不走川藏线 反而是走青藏线 青藏线呢也是出了名的难走 它倒不像川藏线那样弯很多 它路比较直 但它平均的海拔在5000左右 那从拉萨到格尔木的这1000公里呢 又是洞土路段 5000的海拔 你可能就开着房车的话就休息不好 这种情况对车又是一个考验是不是 看我现在这个车啊 是一个公路的拖挂 那其实如果我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轮子啊 然后有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减震系统啊 最好还有司机呢 帮我把这个车开上 这样就完美 所以呢我就想了一套方案 对我的这个车呢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升级 具体是怎么个升级法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车拖到一个大板车上 去拖运 拖运到格尔木 对 因为大板车有更大的轮子 更好的显震 还有司机 那我和我老婆 我们两个人呢 就坐火车 这个坐着火车去拉萨 我们就坐着火车从拉萨就走了 到格尔木 再把我们的房车街上 继续我们的房车旅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拖运点了 咱们过去看看 问问怎样收费 我这个前车家后车总共是2500 前面1000 后车1500 问你一下就是这个青藏线地条路 有能真的有那么难走呢 就是真的会感觉颠覆吗 会的 它长远修路 而且这路也修好 所以路比较烂 而且就是天气特别恶越 就天气比较多变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主要是 也是事故多发嘛 它只要出现事故 就是几个小时 而且高传特别严重 一般就天气走配 然后咱们这边 一个车是配几个司机 一个车是配两个司机 就倒班着开 那样还可以 对 他们物流公司 还可以给我们的房车和前车 都上保险 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心一些了 现在我们已经办完手续了 就是这一个单子开好 然后车牌号登记好 然后上好保险 工作人员就开始验车 看看你这个车 目前有没有寡蹭 对吧 省得到时候扯不清楚 然后验完车之后 我们就准备把车装车出发了 刚才问了一下 这回这个托运的司机小哥 刚好也在现场 他说最快一天一夜就能到 但是因为这个路上 尤其是那个腾古拉山那边呢 天气不定 说不清楚 如果一旦封路的话 最慢是三天就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托运还是挺方便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大板车 就是用来拖挂我们的这个房车的 这边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坡道 直接就这么开上去就可以 上来了 哇 哇 我的天 把手刹拉起来 我这么看着好壮观 好大呀 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固定车的这个工作 主要呢是要固定几个点 一个是车的轮胎要固定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辆 要固定在这个拖车的这个底盘上 这样就是让这个车足够的稳固 现在轮胎已经固定好了 实际上紧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 现在要固定的就是大梁的位置 师傅非常有经验啊 在固定这个大梁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要垫一个矿泉水瓶子 这样呢就是说 它避免这个绳子直接和这个大梁干磨 起到一个这个减少这个摩擦的作用 现在我们的车已经彻底固定完毕了 咱们看一下都固定了这些个点 首先呢 就是轮胎 轮胎这一块要固定一个点 然后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梁 梁下面的这些眼 然后这里还垫了一个水瓶子啊 就是我刚刚说的避免摩擦 然后在这个钩化装置的这个中间呢 也固定了一个点 然后就是前面的车的两个轮子 也都固定好 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去继续我们的火车旅行了 跟我们的自动车号房车 就在戈尔木见了 咱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中文字幕——YK